天下苦美久矣,金畜群免疫一死,复工一死,等死,死国可乎,大美姓川普望,王侯将相,宁有命乎。 哈喽大家好,我是长脸,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人民币的国际化。 上一期关于数字化人民币,有老铁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其中关于迪塞巴使用了区块链技术。 很多老铁纠正常脸说这不是区块链,这里再简单解释一下,我说的原话是迪塞巴基于区块链技术,这就好比支付宝的模式是运用了移动支付技术,但不代表所有应用移动支付技术的都是支付宝。 区块链技术也一样,区块链是一种新型的应用模式,这个模式用到了分布式数据处理,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还有加密算法等一系列计算机技术。 这些技术是广泛应用的,不懂技术原理没有关系,但一定要知道概念,就是它们都只是技术,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的产品。 我们现在将区块链中应用到的技术,统称为区块链技术。 数字化人民币,迪塞巴,就是用到了这些区块链技术中的某一些,以这些技术为基础,当然还会有别的技术在里面,单单一个双层架构就比比特币牛逼。 至于啥意思,常连也不解释了,老铁们自己去查吧,总之就是牛逼就完了。 说到这里,我就结合实施再稍微提一下,以上短短几句话的解释,就涵盖了数学里的包含与被包含,哲学里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知识点,以及还需要一定的语文的阅读理解能力,这些都是高中就有教的基本技能。 所以老铁们,学好基础学科是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别看长脸大道理讲了一堆,其实我的实际依据来源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范。 他在首届外探金融峰会上表示过,DSEP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电子货币体系。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聊一聊,数字化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推行人民币的国际化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要争夺的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国际贸易的定价权。 人民币要争夺的是货币结算体系中的主导权,让我们的中国企业可以变客场作战为主场作战。货币结算体系是依赖于欧美平台的结算体系。 这个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政治国异的根本,也是美元霸权的核心。 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能通过大量的印美元对别国进行剥削,就是因为美元作为全球的通用货币拥有了国际定价权。 那么这个定价权又有什么好处呢?过去很多国家或者做进出口生意的人, 常常会看到很多商品是用美元标价的,全球最主要的大宗商品和服务,也都是在用美元来标价。 比如石油、铁矿石、天然气、全球大部分的金融资产,还有很多金融产品也都是用美元标价的。 包括黄金也是用美元标价。 这就会造成一个结果,美国人一旦开始印钞票,美元就贬值了。 那么各国间购买,以美元计价。 美元如果贬值了,结算的大规模的商品,结算的大宗商品就要花更多的钱。 所以国际贸易中,美元贬值,商品就变贵了。 那么国际间的商品变贵了,就会连带我们本国的商品也变贵了。 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有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美国的货币,美元贬值却是你们其他国家的问题。 他这句话恰当地描述了美元贬值会造成的局面,美元贬值全世界都要受通货膨胀的煎熬。 但是美国本土几乎没事,因为超伐的美元都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帮他稀释了。 只要美国坐拥美元霸权,只要石油矿山玉米大豆是以美元标价的。 那么其他国家的石油矿山玉米大豆,这些财富也都是属于美国的。 美国随时可以占为己有。 乌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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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吵啊皮皮啊 我拍个视频再蹲叫 乌鲁塞 乌鲁塞 只要美国坐拥美元霸权,美国人就可以大胆的消费。 政府不用担心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这就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福利。 老鲁们,中国为什么要造原子弹,不是为了用核武器打击别国,而是为了不遭受核武器的打击。 那么同样,我们要争的这个国际定价权,也是为了不再被别人剥削,而不是要剥削别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老铁听到过这样一个国际共识,就是中国要买什么,国际市场这个产品就涨价,买之前就涨价。 中国需要石油,因为国际油价大涨,2004年我们多花了70亿美元。 中国需要铁矿石,2005年铁矿石油大涨,我们多花了100亿美元。 不论石油还是其他的矿产资源,包括农产品,我们中国都是大买家。 只要我们准备出售买了,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大涨。 这是巧合吗老铁们?是我们中国把价格买高的吗?我们还没买呢,它就涨了。 摩根斯坦利的专家说出了这一项,就是中国要买什么,他们就在中国之前买入。 国际交易的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不在中国,所以我们要买什么,什么就涨价。 老铁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假如你自己在网上消费,或者直接去商场消费,你看上一件商品,这件商品就涨价,你再看上另一件商品,它又涨价。 你说你闹心不闹心,所以就问老铁们,这是不是欺负人? 那么怎样才能不被欺负呢?就是要像为了防止别人对我们核讹诈,核打击。 我们首先自己手上就要有原子弹,为了别人不对我们进行定价权的讹诈,我们首先就要把国际定价权握在手里。 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成为外贸交易和结算的货币,而要成为国际货币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得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手上,首先要有我们的货币。 那么怎么能让外国人手上有人民币?通过贸易逆差?老铁们仔细想一想,美国为什么一直在阻挠我们的一带一路? 因为中国通过援助非洲,通过一带一路的贸易在撒币,虽然还是以美元计价,但是是以人民币结算的,撒出去的都是人民币,增加了外国对人民币的需求。 而美国也一直在阻止我们撒人民币,包括台湾的反服貌,都是美国阻止中国人民币撒出去的一部分。 2008年,台湾开放了在台湾人民币的兑换业务。 2013年,台湾成为全球五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人民币支付额增长了120%,超过了美国和大利亚。 直到2014年的2月份,人民币在台湾的发展都还很不错,两岸一度要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了。 还是2014年,中国大陆与10个国家和地区新建了清算安排,与13个境外央行以及货币主管机关签署双变货币互换协定。 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的直接投资,还有金融交易的增长是很快速的。 结果2014年3月份,蔡菜子就策动了太阳花反服貌。 截止到2015年9月份,台湾外有的人民币存款额是3200多亿元, 但是因为服贸协议被太阳花阻挠,无法继续推进。 这3000多亿人民币就无法进行投资,找不到增值的去路。 2016年蔡菜子登记,那个货币互换协议也就没有进展了,都停留在了2013年。 当然台湾只是一个很小的体量,无伤大雅。 2017年,中国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向一带一路沿线的212个经济体,提供了我们的人民币。 一带一路的所到之处,今后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人民币区。 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在动美国的奶酪。 老铁们,中国撒币撒的是什么? 是撒出外国人对我们人民币的需求。 这就涉及到一个跨境支付的问题了。 目前全球转账的大部分交易,是依赖于Swift Chips。 Swift完成国际间的支付的指令传输, Chips完成资金的调拨。 在国际结算的过程中,如果两个国家的银行之间要汇款, 无论是个人业务还是企业业务,都需要Swift的报文平台来传送金融信息。 然后支付系统根据收到的支付指令,完成资金的清算。 而Swift的幕后大boss就是美国。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以监测非法组织的资金通道为理由, 通过相关法案要求Swift共享数据。 Swift从此就成了提现木偶。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汇款交易信息,都能够被美国政府实时的看到。 美国一旦发现对自己有威胁的交易信息,就能够第一时间的切断资金链。 美国就是通过这些系统制裁过利比亚、俄罗斯、伊朗、还有北朝鲜。 咱们中国与伊朗有资金往来,而由中石油空股的昆虑银行被美国制裁了。 我国与朝鲜有资金往来的澳门汇业银行也遭遇过制裁。 这些国家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跟咱们中国之间的电子转账就变得非常的麻烦。 伊朗甚至无法通过银行给中国打钱。 而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也高度依赖于Swift和CHIPS。 所以咱们的资金交易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为这两者已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进行长臂管辖的金融工具。 而长脸上期视频讲过,美国现在进退两难,复工也不是,不复工也不行。 那么我们中国要怎么强推,才能让人民币国际化更进一步呢? 老铁们想一想,二战的时候美国是怎么干的? 德国挑起了战争,美国减了便宜。 那么这次新冠疫情就是美国挑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的口罩就是机关枪,防护服就是坦克,呼吸机就是舰队,现在的防衣物资就是战备物资。 现在唯一能大批量生产这些战备物资的国家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以什么样的货币来计价,当然我们说了算,而世界各国早都已经想摆脱美元了。 所以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不单是我们人民币,全世界各国都存在被美国制裁的风险。 欧盟,日本,俄罗斯,伊朗等国都正在加紧研究建设类似于Swift的国际加密货币支付网络来取代Swift。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区块链平台正通过区块链来试水,完成跨境支付。 用实际行动绕开Swift和Chips这个全球交易系统,货币数字化时代终将来临。 全球的货币发行机制将进行一场革命。 委内瑞拉在搞石油币,土耳其在搞土耳其币。 马绍尔群岛计划发行Solver Ring,简称SOV。 瑞典央行在做民调,讨论是否发行E-Corona。 加拿大也进行了CADB的实验。 还有英国、以色列、波兰等国的央行,均有发布国家数字货币的新闻流出。 而咱们中国的法定数字化货币,就是长脸刚才一直在提的Decipa。 当然也有一部分私人或者企业想通过发行比特币,还有Libra来挑战主权货币。 炒币的老铁多少都听过,但是为什么这些货币不会有前途呢? QB大家都见过吧? QB长啥样? 比特币就长啥样? 它们的区别就只在于QB是老马一个人在记账。 比特币是每个人都能参与记账。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记账。 那么比特币对于不记账的你来讲,就和QB没有一点区别了。 当然QB不能再卖成钱,因为国家不允许,比特币其实国家也不允许卖成钱。 所以比特币的交易所一般都在国外,然后那些炒币的会告诉你可以偷偷的去买卖。 当然参与买卖是个人自由,但是除了有国家背书的Decipa, 其余的所有数字货币都没有国家主权的信用。 如果哪天那个外国的交易所突然跑路了,那你的数字货币就全没了,国家是不会管的。 而且打着区块链技术做幌子的其他投资,也基本上都是骗酒才来割。 老铁们千万不要上当,耳力不弱,除非和美元挂钩,否则也是跟比特币一样的性质。 所以以上这些想要开发数字货币的国家都比咱们中国慢了。 他们还在研发,甚至还在做民调的时候,我们中国已经进行内测了。 中国将是第一个发行主权数字货币的国家。 当世界想要抛弃美元的时候,短时间内就只有咱们中国有这个技术,那么话语权就只能向咱们中国倾斜。 那么为什么说迪塞普是人民币全球化的最后一环呢? 因为任何一项技术一旦开始进入民庸的内测,那下一步马上就是普及了。 说白了,迪塞普就是我们兜里的毛爷爷,在今后某一次发行新版人民币的时候,就不再会去印纸币了。 而是直接以数字化的形式,直接对进你手机钱包里。 它是M0的替代。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双方发生交易的时候,只要你手机里装了支持中国迪塞普钱包的标准APP, 就可以根据实时的汇率,显示当地的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价从而交易。 双方通过手机进行迪塞普转账就可以了,目前深圳和苏州似乎就在进行市点。 一些企业和单位50%的薪酬会以迪塞普的形式发放,一旦迪塞普在国内普及,那么老铁们仔细地想一想。 截止到2018年,支付宝已经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可以用了,而微信支付也在扩张。 长脸不就天天在日本用微信支付吃饭吗? 所以一旦一个玩人在国内普及,他就会迅速地推广到全世界。 然后重点就来了老铁们,迪塞普的设计一开始就遵循,与支付宝微信这些支付平台无缝衔接的原则, 并且要求微信和支付宝必须满足,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也可以支付迪塞普。 支付宝和微信平台必将成为迪塞普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最佳途径, 为迪塞普成为世界货币提供帮助。 咱们中国已经沉淀了十几亿的电子支付用户,海外还有大量的华人华侨用户, 而一带一路的沿线也已经预先布置了咱们中国的移动支付系统, 并且还在增加中,生态已经铺开了。 就问老铁们,共产党厉害不厉害, 然后的工作就不是那么难了老铁们, 我们只要能够将迪塞普与移动支付的通道打通, 老铁们想一想,这个事情如果做成了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直接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 人民币区就会自成一脉, 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区, 所以迪塞普前途无量。 以后数字化的货币会越来越多, 各国都会推出。 目前全球有24个国家政府, 投入并建设分布式的记账系统, 超过90家跨国企业, 加入到不同的区块链联盟当中, 这就是万物互联。 而数字化货币的技术上, 我们中国是遥遥领先于全世界的,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未来的数字化货币市场主导权是我们中国的, 就像美国率先抢到石油美元一样, 中国将抢到数字化人民币, 谁抢到了先计, 谁就是下一个世界的老大。 而至于这个未来还要有多远呢? 那就取决于美国还要印多少纸币了, 还需要多久能把你美元的信用给印崩了。 航母趴握, 美国现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 制裁别的国家。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尽快尽早地实现我们中国的标准, 防疫物资的出口以人民币计价, 按美国这种奔着群体免疫区的架势, 等他缓过来了, 至少也需要两三年, 只怕到那个时候, 他就更控制不住咱们中国了。 本世纪初的时候, 美国不就想控制咱们中国吗? 结果911飞机怼了美国大楼, 让他自顾不暇, 等他缓过来了, 发现中国已经控制不住了。 那么20年后的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 等你美国从疫情中缓过来之后, 你更没有办法控制中国。 天下苦美久矣, 金畜群免疫一死, 复工一死, 等死, 死国可护, 大美姓川普旺, 王侯将相, 宁有命乎。 欧美国家如果还想再碰瓷中国割地赔款的话, 不好意思, 您哪位呀? 要钱可以, 咱们用东风快递给你汇款怎么样? 所以老铁们, 记得为美国鼓掌, 为川建国同志鼓劲, 美国加油, 加油印钱, 加油复工。 好了, 今天聊这,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